沙拉魯夫在逃逃的時候遇到了陸基 來到這裡1069 飛翅士和金王的慈善事業曼子 沒想到曼子竟然是一艘船 話說這艘船以前佛羅尼是不是有遇過 就在他被海上列車撞爛後 這裡有個有趣的說法就是他寫的是和平研究所 原來這才是研究所的目的 只是被皇后、老爸、還有凱撒他們給搞歪了 來阿魯夫這邊 這裡可以注意到我之前有說工作人員身上的文字 代表的是他們每個人的專業 這邊又看到了統計與經濟學 卡古要陸基別動手 現在曹帽是四皇 要打必須要有上面的許可 這些海軍在對上黑屋子的時候也是這樣說的 不過當時是說海軍本部 但是我們都知道CP的上面不是海軍 他們是直接對吳老星 後來說要通知海軍就不是說上面了 對魯夫的講法也是說他成為四皇 而不是說四皇都應該這麼做 看來只要有關魯夫的事情 不只要通報海軍還要告知吳老星 訊息傳到海軍這邊 他們也很驚訝魯夫怎麼會再一個黑洞 現在只能想畢加龐克已經跟魯夫合作了 黃雲已經按照作戰前去 吃拳用CP在黃雲到之前絕對不要動手 這裡有作戰不是只暗殺畢加龐克 暗殺畢加龐克似乎老星下達給CP的指令 跟海軍本部無關 這可能是在講克比 也就是居實之部的作戰請求 來個黑洞可能是為了吃天使 另外這裡有種老是想回收香波地的伏筆 黃雲 戰逃丸 大雄可能也要來了 還有和平主義者以及魯夫一型人 該到的人通通都到了 接著看到陸基的果實能力覺醒 貝加龐克有說很多動物系在覺醒後 人格會被吞噬 這講的就是玉竹獸吧 這裡有個重點 老是會給動物系的覺醒能力者 身上纏繞像是煙霧雨衣的特效 之前會以為這是幻獸種才有的特效 我們可以從魯夫的身上知道 但陸基不是幻獸種 所以就可以確定這是動物系覺醒後的特徵 這裡不把被動物系一致奪走人格的運輸說納入考量 你們有沒有發現其實大河果實也覺醒了 魯夫也用五檔應戰 他跟陸基全對全的畫面跟以前他們對決時的情況一樣 這裡畢加龐克提到說以前的惡魔果實圖鑑中沒有記載象牢果實 那個白色的樣子是擁有神名號的太陽神尼卡 這是他從文獻中知道的吧 我們可以看到魯夫的動物系人格出現了 海狀每個人物都有獨特的笑聲 魯夫在五檔時會變成另一種笑聲 太陽神尼卡的歷史已經被政府消失了 但是只要有人還期盼著尼卡的存在 他就不會消失 萬物都是在期盼中誕生的 惡魔果實也是 惡魔果實是由人的願望進化的可能性 人希望可以變成各種樣子 由這些各式各樣的方面延伸出人類在未來的能力 但是這種過程不是自然進化 所以被自然之母的大海給厭惡 生命起由於海洋 我好結尾跟我說 白屋子曾經講過所有人類都是海之子 當人類獲得了我們果實的能力後 就被海洋給討厭了 我想說以老師的角度 他是在講他自己嗎 故事中所有能力都是他想出來的 他希望有這樣的能力 所以就出現在了人的身上 因為果實很方便 所以老師加上了缺點就是大海 還有老師是不是很喜歡Mr.Children 剛好也是老師那個年代的樂團 這裡的內容根本就是在講 萬物都是在夢想中創造的這首歌 也是這話的標題 當中一句 就像是首種漫畫 你未來都市寫石板的街道 這不就是在說 Egg Head嗎 或是為什麼羅賓聽到要表現那麼緊張 這裡畢加龐克說 這只是他的假說 因為他根本沒有想過神的存在 不過這個世界就是因為這樣才有趣 這裡他說是因為人的慾望誕生 可是他並不知道創造的方法 果實能力本來就很天馬行空 這種毫無色性的想法就跟尼卡能力一樣 政府很害怕尼卡 就因為他代表著巨大王國的思想 尼卡果實是不是初始惡魔果實 那說到尼卡我們就可以推測 惡魔果實是巨大王國的產物 當然這裡不是說巨大國創造惡魔果實 讓政府很害怕 惡魔果實只是思想下的產物之一 我們回到這句話 果實的出現是不自然的 所以被自然之母大喊給厭惡 你們知道櫻木的日文反過來念就是海的意思嗎 剛剛說的我們果實的出現是巨大王國的思想 也就是說這兩句話應該是這樣看 巨大王國的思想是不自然的 所以被自然之母櫻木給厭惡 櫻木果然是個女的嗎 突然想到黑屋子的生理構造 會不會也是非自然的產物 櫻木會盯上黑屋子 可能不只是他的名字有低 說不定他的生理情況才是問題 戰團王帶來三名吃煙食道場 這裡有提到戰團王是貝加龐克以前撿回來養大的 戰團王權限比CP很高 所以他直接命令了大雄吃煙食倒戈 在戰團王權限之上的人是貝加龐克 然後再往上是無老星 既然貝加龐克知道政府會來對付他 那搞不好貝加龐克有留下後門 戰團王準備幫助魯夫去找貝加龐克 然後離開島嶼 才剛講完他就被陸記捅爛了 只要把戰團王給幹掉 那吃煙食就會是CP的了